今天晚间8点半,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6号台风卡努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卡努台风的强度还是维持在中度台风 它的暴风半径还是有280公里 那在未来它将会缓慢的往西北溪的方向移动 其实它过去一段时间的移动速度已经开始减慢了 大致是在时速10公里的情形 那在明天一整天它的移动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 预估在缓慢的接近到台湾的东北方近海的时间点是落在明天的深夜 而目前它的暴风范围已经逐渐的接近到台湾的近海 那到了明天上午左右这样子的暴风圈也会影响到陆地 也因此在这一暴的海上警戒区域是包含持续是在北部海面 以及台湾的东北部海面 至于在陆上的警戒区域这一暴增加了台北市 其他还有在新北市地区还有基隆以及宜兰县 那在这样子的影响之下呢 目前台湾的外围环流是已经持续的在为台湾的北部这一带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阵雨 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雨势呢在今天是比较持续的 那也因此呢在整体的累积上面来讲 在北台湾这边是渐渐逐渐累积起来的 不过也可以从回波图上面看到 目前台风的中心其实还是位在琉球的北方海域这一带 而在今天晚间到明天开始会逐渐的接近到比较接近的台湾附近的位置 它明显的比较的明显的降雨也会开始影响到北台湾甚至中部的这一带 那所以说呢在未来的降雨方面呢 我们就要提醒未来的雨势是会逐渐增加的情形 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北海岸这一带的雨势会逐渐的增大 而在北部的山区还有中部山区这一带降雨也会开始增多 那到了明天的白天 这样子的雨势呢也是持续增加的情形 而最明显的降雨主要是会落在明天的晚间 一直到周五这段期间 明天的晚间到周五这段期间呢 台风它是比较偏向比较不太移动的在台湾的东北部的这一带 那因此在明天晚间的时候呢 北部的降雨是比较明显持续 而中南部随着西南风逐渐的增强 它的雨势也会逐渐的加剧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一直到周五的上半天开始 随着台风有机会逐渐的往东北方向远离 但是中南部这一带还是比较偏向西南风的迎风面 也因此在降雨方面 北台湾的降雨有比较逐渐趋缓的趋势 但是中南部的这一带还是降雨比较明显的 那所以说呢 我们再看到一些不确定性的情况 从台风的未来路径浅示上面可以看到 它在接近到台湾东北部近海的这一带 它会比较停留并且滞留打转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在明天的深夜一直到周五的清晨都是持续的 那这样子在导影气流不明显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后续的路径以及它整体滞留的情形 时间上面都会有一些不确定性 那因此呢 目前看起来最有机会的这个路径呢 是比较偏向周五上半天之后开始 随着导影气流让它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但是这样子的路径的变数还是相当的大 气象局也会密切的观察它未来的动态 那至于在风力方面呢 未来的风力也是会持续的增大 可以看到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 在北台湾还有恒春半岛以及蓝宇绿岛这一带 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强风 那在西南沿海也是会有一些较强的震风 而在未来到了明天的白天 甚至到了明天的晚间 随着台风较为的接近台湾 并且移动速度缓慢 这样子的风势呢会持续的增大 我们特别要提醒在北海岸东北角 还有蓝宇绿岛这边的风势呢 是会来到接近10到11级左右的强震风 这是比较特别明显的强风 对不对 是抽到两门山东北岛的风